啊,我來,然後啦,一定看到這個東京藝啊 上面那個洞嘛,已經完成了 不過這整個都還在整件當中就是了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上面的這個洞 看起來是跟什麼材質是銅片 古的東西啊,這個東京大洪炸的時候 把整個車頭一頂的地方整個都封炸 要重建很困難 所以說,起床擋琴鋼啦 如果要跳出就一頓風啦 這是裡面的這個洞廳 所以把這個洞廳包到八百八 整個東京藝的過程 是... 最上面那個是19...1895年喔 蛤? 這是帝國的門面喔 陳野金吳就是他的設計者 陳野金吳,1854到1919年 他呢,呃...曾經留學過英國 在1879年的時候了 那回來以後他成為大學的這個建築教授 這是他本來提出的第一案 可是,這一個是後來的訂稿 是他本來的內部 也就是說,來這裡搭火車的人看到的 當時的這一個整個內部的壯麗 一層車口 一層車口 還有餐廳喔 這是天皇來的時候啊 要搭火車的時候在這裡面休息 天皇以外的這個皇族來的時候的貴賓室 這是風地左道啦 看來這個火車站的前面有一個水塘 大概現在已經變成大樓了 這是目前在這個東京火車站前面啊 他就是展出這樣子一系列的 過去的東京火車站的歷史 那麽就是在這種工地的外面 好,這就是1945年 風炸結果是這樣 這個東京裔2012年完成之後呢 他的這個原有的火車站正前方的這條 大道呢 叫做行性通力 那麼就是整個大道呢 讓他恢復呢 對準這一個火車站 好,這個行性通力的這個正對面那邊呢 就是丸子內公園 好,謝謝